巴林政府与反对派之间 为解决分歧而举行全国性对话的最近一次挫折 是一位巴林反对派活动人士葬礼所引发的暴力事件 最近发生的事件让我们感到失望 这伤害了巴林对话的前景 莎奇说奥巴马政府已经注意到31岁 异议人士尤肃福阿里·阿尔纳什米被拘留之后死亡的事件 他在今年8月由于非法参与抗议活动而被逮捕 不过巴黎的人权中心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阿尔纳什米这个月在被释放几天之后死亡 人权团体说他在拘留期间曾被虐待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将巴林的派系紧张 和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暴力事件做了比较 巴林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 由逊尼派王室统治 不过巴林国王哈马德的政府说 不能把巴林和叙利亚伊拉克相提并论 那两个国家的派系紧张助长了暴力 巴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指出 恐怖主义极端组织把目标对准了安全部队 巴林政府的回应是依据法治 反对派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工作机会 更大的民主 并且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美国并没有为巴林的什叶派做太多的事 这些人占巴林的人口多数 希望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莎奇说奥巴马政府敦促巴林政府 确保有关各方的集会与言论自由 致力于非暴力 为了向前推动对话 巴林的有关各方能做更多努力 我不知道是否有距离障碍 但是各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前美国驻巴林大使埃雷利说 没有人知道美国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支持巴林的民主进程 不动用武力 但是我们并没有选择反对派 我们也没有宣布支持当权者 没有人知道美国支持哪一边 上个月在活动人士哈利勒 马尔祖克被拘留期间 反对派暂不出席全国性对话 马尔祖克被指控 利用他所带领的一个合法政治组织内 煽动暴力 大使国际称他为一位良心犯 他的审判日期定为10月24日